讨饭的日子 作者 远山 说出来你肯定不信 小时候 我放过牛 砍过柴 割过猪草 甚至讨过饭 我七岁那年 娘负担不了一家六口人的口粮 拉着我走上了讨饭的路 娘肩上搭一个 用帆不做的水袋子 手里煮一根木棍 我手里拿着一个小本子 和一支铅笔 天才蒙蒙亮 田梗上积着厚厚的霜 我们穿着单薄的衣衫 冻得直发抖 娘说 我们不能在自己的村子里乞讨 同情我们的伯伯婶神们 也只能偷偷的救济一点 去外村讨饭 要翻过二十里的山路 我们一步步的走 我是娘最小的女儿 娘近五十了 有白头发了 娘烧猪食的时候 我就坐在旁边拉风响 我替娘拔下过好多白头发 娘总说 乖女 娘不老 你看娘的头发 有黑有白多好看 那时 我就摸着娘的头发 枕在娘的腿上 甜甜的睡着了 娘这会儿正弯着腰 用嘴喝着我的手 那股气暖暖的 我对娘说 娘 以后我要让娘整个人 都泡在这样热热的气里 我现在知道 真的有这样的热气 叫桑拿 我去争过 可体验了多少次 还是觉得 没有当年 娘喝着我的小手时的 那股小小的热气温暖 舒服 天亮时 我们来到了一个 叫大智的村 娘一户一户的敲门 笑容满面 声音卑微 弯腰低头 娘叫我喊公公婆婆 勃勃审神 叔叔仪 我其实喊不了那么大声 娘是知道的 我又黑又瘦又矮 声音细小如闻 可七岁的我会计数 还认全了百家姓 当然 这是读过私塾的爹教我的 可是 读过私塾的爹 却不能给娘 分担生活压力 爹被关着 我们连着敲了三户人家 第一户大门打开 是个红脸堂的汉子 大吼一声 触眉头 大清早的来要饭 砰的一声 大门紧闭 娘拍拍我的背 笑着说 乖女不怕 乖女不怕哟 娘 蹒跚着走进一个破院子 几只大公鹅 出来追我 捉到了我的衣服 我吓哭了 我现在 依旧最害怕 那红头的大公鹅 哭声 引来了一个小角婆婆 小角婆婆 看着我们 抬起手 用袖子擦眼睛 说是米刚 在媳妇的房间里 媳妇锁上了门 小角婆婆 颤巍巍的 拿给我一个微红薯 还是烫的 我一下就感觉不冷了 娘问小角婆婆的名字 小角婆婆不肯说 娘就叫我在本子上 画个圈圈 叫我写上 小角婆婆的 番薯一个 我不会写 番薯两个字 但我能画 而且画得很像 娘的眼睛 红红的 我说 娘 你的眼睛 是不是进了沙子了 我帮你吹吹 娘不理我 拉着我 继续敲门 第三户没人 一只汪汪叫着的大狗 在栅栏边 凶狠地瞪着我们 隔壁走出来 一个小姐姐 小姐姐给我一颗 玻璃纸包的小糖 那张糖纸 很鲜艳 在阳光下发亮 第五户开门的是 一个和娘 差不多年纪的母妈 我们站在门口 娘说家里 接不开锅了 想讨些小米 母妈没说话 转身进屋了 我们在门外 巴巴地等着 等她再出来时 她的手里 捧了个大杯子 是满满的 一大杯小米 娘低头了 又弯腰了 我声音脆脆地 问母妈的姓名 在本子上 画上了圈圈 又画了个大杯子 从大志村 又走到了 河西村 娘弯了多少次腰 我记不清了 可我数得清 一个个的圈圈 月亮出来了 洒下一片银白 娘的白头发 闪闪发光 漂亮极了 我拍着娘 鼓鼓地翻不带 对娘说 让我来杯吧 我一点也不累 也不冷 娘的笑纹飞起来了 娘说 还是好人多啊 娘说的时候 正低着头 暖我冻得 红红的小脸 于是 我吃到了娘 滴在我唇上的眼泪 我吃进去了 娘的眼泪 也是甜的 跟那个小姐姐 给我的小糖 一样甜 那一年冬天 特别的温暖 我们一家围着炉子 等着小米熬成粥 香气飘满了土墙木窗 娘一直保存着 那个小本子 后来 当家境有所好转时 娘翻山越岭 一家家去感谢 前几年搬家的时候 娘从一块蓝布手帕中 将小本子拿出来 纸张发黄 可惜字迹一点也没了 因为是用铅笔记的 几十年了 早就褪色了 可记忆永远不会褪色 娘一直念叨着 小本本上的那些名字 这么多年了 一直督促着我们 去看望 去拜访 娘说的最多的是 那句朴实的话 做人要懂得知恩土报啊